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在任金湖自治史期间曾大力抗金 也是事实 民间关于史松之一直有一个传言 流传了上千年 说他死后手机不翼而飞 家人就为他做了一个金头 放在棺材里一起下葬 不过2011年 史松之墓葬被发现 已让这个谣言不公自告 2011年12月 宁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们 在渔瑶市和睦兔镇五连村发现了史松之的墓葬 由于此墓有多处捣动 已被盗墓贼光顾过 考古专家们立即对其进行了强救性发掘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 墓中出土了少量玉器 钱币 丝织品等 其他陪葬品估计已被捣走 不过专家们在墓里找到了记载史松之生平与家族情统的墓殖民 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的不足之处 此外 史松之墓还出土了一具金丝楠木制成的棺材 重达1500斤 按照现在市场上金丝楠木的价格 这具棺材起码价值两亿 棺材中虽然灌注了大量用于防腐的水银 但考古专家还是在里面找到了史松之的头骨 所以民间金头的传言也就被击破了 2003年的一天 河南黄河边一位钓鱼老汉正打算收缸回家 但鱼竿拉起来竟拉出一只背上插着四只剑的铁王棒 拿给专家看后 专家感叹说这是无价值宝 那这铁王棒到底有何来例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汉密历史 回复铁王棒即可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